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这是我从未想象过的 沙漠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地球表面 由于无尽的沙子和炙热的太阳 沙漠看起来很贫瘠 然而这些广阔的景观 隐藏着神秘和无法解释的现象 第十 阿塔卡玛人形2003年 在智利的阿塔卡玛沙漠 发现了一具小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形木乃伊 身高只有6英寸 有着细长的球根状头部 和外星人的特征 被称为阿塔卡玛外星人或阿塔 这具奇怪的木乃伊 是在一个荒芜的小镇附近出土的 鉴于其明显的身体异常 有关其外星起源的理论 迅速引起轰动 这个标本激起了公众的强烈好奇心 并引发了关于这是否是外星生命的确凿证据 的争论早期的基因测试 甚至出现了不确定的结果 这更增加了谜团 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外星人 的照片被广泛传播 许多人无法相信 这只是一个古老的保存下来的人类 人们纷纷猜测 这是一个不幸畸形的早产 或者是一个未知物种 幸存下来的残余物 经过十多年的猜测 先进的DNA测序 终于为阿塔卡玛利人的身份 提供了具体的答案 对这具木乃伊的骨髓进行了分析 提取出了可存活的遗传物质 证实了这具木乃伊 绝对是人类 很可能是一个有脑积水的女性胎儿 尽管 这一发现 让超自然现象爱好者失望 但它揭示了科学过程的力量 最终可以通过理性和技术 解开甚至奇怪的谜团 第九 阿努纳奇贝 根据公元前1800年的 古苏梅尔新型文字 一个名为阿努纳奇的高级神族 从天堂降临 改变了早期人类的基因 为他们服务 虽然被认为是神话 但阿努纳奇人的叙述 读起来就像科学报告说 高级访客 在我们当前的生物技术革命之前 几千年就掌握了基因工程 这些泥板 是在梅索布达米亚的古代沙漠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发现的 生动地描述了这些神异般的外星人 将动物的特征 拼接到进化中的人类基因组中 以将原始人科动物 塑造成理想的负重劳动者 梅索布达米亚 通常被称为文明的摇篮 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坐落在底格里斯河和右发拉底河之间 早期人类社会在这里繁荣昌盛 在这些古老的石板上 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和知识 神妙的雕刻显示了 塔形类人在他们的统治下 教授早期的人类写作 农业和其他文明基础 当然 主流学者将阿努纳奇人的生动描述 归因于创造性的神话创造 而不是文字历史 然而苏美尔人对星系团的知识 和对DNA操作的描述之间 存在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 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 这些概念 是如何在人类诞生之初出现的 无论是来自星星的歧视 还是超越时代的概念突破 阿努纳奇石碑都体现了人类渴望 将我们的过去 与来自上面的宇宙影响联系起来 第八 塔克拉玛干干尸 在中国荒凉的塔里木盆地 考古发掘发现了数百具保存完好的干尸 这些干尸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 但更大的谜团在于 分析他们现在明显的欧洲人 和高加索人的特征 这些特征 与他们的西方故乡相距甚远 这些人是如何被埋葬在古代亚洲的 塔克拉玛干 沙漠的呢 在干旱的沙漠气候中发现的 干枯的尸体 具有明显的西方种族表情 包括红金色的头发 浅色的眼睛 凯尔特风格的羊毛衣服 基因和语言分析证实 这些木乃伊 来自丝绸之路开通前几个世纪 中国西部和欧洲的印欧部落 考古学家现在相信 青铜器时代的欧洲人 穿越中亚的时间 比之前的假设要早得多 这些游牧民族 把他们的遗传谱系 一直带到了远东 其中一些人 最终定居在塔里木盆地地区 这揭示了 因欧语是如何更早地影响到中国的 很可能在匈奴征服之前 就对渗透到该地区的托卡里亚 文字和语言 做出了贡献 现代政治敏感性 试图淡化这种与欧洲祖先的联系 更倾向于描述 中国持续的种族凝聚力 而不是几千年前 居住在遥远西部边缘的外国移民 然而这些沙漠中的证据 充分说明了早期全球人类迁徙 以及在追求民族主义神话的过程中 经常被掩盖的文化混合 人类古老的织紧 不可能在连接我们祖先的 无尽的台阶和走廊上 轻易地解开 第七 在千百年来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中 没有比一只古代代鼠 头上曾经突出的脚更奇怪的了 2002年 古生物学家发掘出一个保存丸 好的头骨化石 在每个眼窝上方都有一个长长的弯曲的脚 这与现代代鼠光滑的头部不同 据年代估计 这种独特的有角代鼠标本的历史 在20万到50万年前 这意味着它生活在有带动物进化之后 但在大型动物大量消失之前 科学家们推测 这些叫有助于追踪配偶和恐吓对手 尽管它们的确切目的上不清楚 无论如何 它将自然选择的创造性繁荣理论 扩展到了令人惊讶的进化道路上 使草动物通常会发育出脚状结构 以保护稀少的资源 或在交配竞争中进行比武 在澳大利亚严酷的更新式生态系统中 生存的压力产生了巨大的适应 比如标志性的鸭嘴兽会针眼刺 现在代鼠的可怕的头骨突出物已经消失了 在大自然无法提供外部武器的地方 它似乎就用骨头和肉体雕刻出精巧的武器 第六只有在古埃及 动物被视为神的化身和来世的向导 而备受尊崇 这种神圣的地位导致无数的猫 鸟和数百万只狗被制成木乃伊 埋在沙漠下面的特殊地下墓穴中 大规模的遗失性狗木乃伊化 说明了这些生物在灵性和死亡仪式中的重要性 在开罗南部广阔的萨卡拉墓地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由地下隧道和墓室组成的网络 里面有近八百万只狗和小狗的遗体 这些尸体被制成木乃伊 作为献给豺狼头神阿努比斯的祭品 他们被惊喜安葬 以纪念他们作为中间人的角色 为通往下一个世界铺平道路 这个巨大的小狗目的 只是整个埃及建造的 大量犬类木乃伊中的一个 阿努比斯神守护目的 监督防腐过程 使狗成为引领灵魂进入来世的核心 信徒捐赠狗作为永恒的贡品 通过被崇拜的动物 请求阿努比斯的恩惠 他们的灵魂 被认为是基于所提供的贡品 为人类辩护 第五 一个真正不朽的规模的地理符号 命名为斯图尔特巨人 默默的时刻在澳大利亚荒凉的平原上 1998年 一架飞机首次从空中 瞥见了这个巨大的人形轮廓 其高度超过4英里 周长仅30英里 这使得他很容易从高处看到 其巨大的比例 使地形相形建筑 斯图尔特巨人 展示了一个手持投掷棒的猎人 可能代表了该地区早期的土著居民 然而 这个巨大的雕像 并不是土著部落的手工作品 而是在1998年左右神秘的出现 在任何媒体或公众注意之前 在最终的刁文报告之后 分析证实了 绘制如此清晰的大规模线条 所需的极高精度与解剖精度的关系 这种完美有力的表明 利用GPS等空中方法 可以给巨兽打上印记 但奇怪的是 最近没有记录表明 有什么设备或团队 可以完成如此伟大的壮举 考古背景也反对古代的自行起源 山谷恶劣的沙漠环境 会在几十年里迅速侵蚀掉裸露的线条 更不用说几个世纪了 定期修复只是为了保持它目前的形势 由于没有痕迹或活动的残余 围绕着这个人物 它的表现仍然是一个谜 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遥远的 过去都没有一个团体 对他们是如何策划斯图尔特巨人的 给出明确的解释 第四 在当今世界 手袋是一种常见的景象 但当我们深入研究古代苏美尔艺术时 这种阴谋就会发生迷人的转变 想象一下 在伊拉克几个世纪的雕刻 雕塑和陶器中 男神和女神自豪地拿着神秘的手袋 这些袋子出现在像伊娜娜 和马杜克这样的主要神灵身上 表明其重要性不仅是作为时尚配饰 而且还传达了古人很容易理解的象征意义 但现代学者只能猜测 这些手提包的形状 从小带到大胯包不等 有时装饰精美或带有复杂的绑带 考虑到他们与强大的天体人物的联系 这些袋子很可能装着象征神灵知识 祝福或神圣能力的工具 也许这些容器代表着珍贵的秘密 或者是普通人无法获得的超自然力量 另一种理论认为 它们更实际的功能是 作为运在古代设备或药物的容器代表着先进的理解 在神的指导下将知识带给人类 但是除非出现一块罗塞塔石碑 来翻译它们最初的意义 否则手带的意义 就会虚幻地挂在永恒之神的肩上 第三 非洲巨大的蓝眼 像西穿过撒哈拉沙漠无尽的沙丘 一个巨大的眼睛在高处清晰可见 这是一个30多公里宽的奇怪圆形结构 被称为雷查特结构或非洲之眼 虽然这个巨大的靶心形状看起来非常完美 但它的起源完全是自然过程 这在地质学家中仍然存在疑问 环绕在瞳孔环上的瞳心圆 几乎是数学上的给了这个结构 一种不可思议的对称程度 这是由于逐渐隆起和随后的侵蚀 侵蚀了岩石的隆起原点 然而 关于大约6000万年前 是什么最初造成的圆形圆点 以及为什么眼睛形状的侵蚀如此均匀 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从天上看 诠释的方面 唤起了宇宙与神秘实体的联系 如埃及神赫鲁斯天空的神圣人格画 一些科幻小说 把眼睛想象成古代外星人留下的传送门 当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荒诞的猜想 但是 眼睛保留了一种视觉象征的品质 并引发了对人类在如此巨大的行星 注视下的位置的富有想象力的猜测 第二 在著名的吉萨金字塔附近 考古学家有了一个令人困惑和不祥的发现 一个石头楼梯通往一个狭窄的 8英尺的竖井 尽头是一个地下的死角 这条神秘的通道 及其楼梯 似乎是专门为了隐藏一些重要的东西 或保护它 免受不受欢迎的来访者的伤害 而建造的 但是谁建造了它 以及它的目的仍然是一个谜 由基岩雕刻而成 隐藏的石头通道 以陡峭的角度下降 不可能从上面不经意地注意到 它的深度 需要一个勇敢的探险家用绳子爬下去 过去几个世纪的任何东西 都将被密封起来 与外界隔绝 在底部的房间里 考古学家发现这个空间很潮湿 没有可以提供线索的名文 最有利的证据是 楼梯本身的建筑精度 每一个石板台阶都是定制雕刻的 并有一定的角度以允许下降 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壮举 表明了伟大的目的和资源 一些专家认为 罗马人在入戚埃及后 掌握了建造这种结构的技术 但没有任何人工制品表明 最初的建造者小心翼翼的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也许这条隐藏的通道 是作为逃生路线 或者是为了纪念埋藏在较低深度的秘密 而举行的葬礼 它与地下通道和金字塔的相似之处 表明建筑师打算把它作为 通往某种意义深远的东西的唯一入口 数个世纪后 这个谜仍然存在 究竟是什么真相 让这些楼梯得以保护 使得这些建筑的匠心 得以在历史的注视下隐藏起来 第一 澳大利亚的沙漠 是地球上最奇怪的蜥蜴之一的家园 荆棘恶魔摩洛克 凭借其尖尖的皮肤 圆锥形的脸 以及将水引入口中的能力 这种标志性的沙漠生物 已经进化出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适应能力 可以在干燥的气候中 茁壮成长 带刺魔鬼 以蚂蚁和白以为食 它的整个身体 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为沙漠生活而优化 突出的刺 可以让它从皮肤上凝结的沉露中 收集水分 并将其输送到嘴里 多次的质地 也通过模仿不可食用的植物来伪装 它免受捕食者的攻击 甚至它的脸也像一个圆锥体 形成一个 最适合把蚂蚁 从坚硬的沙土中刮出来的脸 蜥蜴的皮肤 也显示出非凡的变色能力 色素细胞 允许它在白天的淡黄色 到晚上的深色调之间转换 调节体温 当受到惊吓时代 刺的魔鬼会立即变成黑色 以应对磨损的威胁 所有这些高度专业化的特征 使它成为大自然匠心的典型粒子 它塑造了生命 使其在澳大利亚极端的沙漠生态位中 茁壮成长 行走在太阳制考的内陆 一个带刺的魔鬼 看起来几乎是一个外星生物 完美的设计生存在那里 它有着数千年进化而来的奇特体格 经受住了最严酷的环境压力 而其他许多物种却逐渐消失了 这只顽强的小蜥蜴 将继续探索它无数的进化创新 在遥远的未来 穿越永恒的澳大利亚内陆 第五 来自秘鲁偏远沙漠洞穴的报告 描述了一只木乃伊化的三只手 其奇怪的异常现象 挑战了人类生理学 这个标本被称为外星人的爪子 据说是超自然研究人员发现的 尽管大多数人认为 这是一个明显的骗局 但无论如何 围绕首部解剖结构的谜团 引发了怀疑 爪子是一种不自然的浅灰色 大约有12英寸长 有不同寻常的球根状指尖 可能是指吸盘 X光片显示 每个关节都有金属植入物 手腕末端成不规则残端 然而与预期相反 没有任何手臂骨骼 从手腕延伸到前臂 如果是真的 这将消除它是人类的可能性 以及它超大的手掌 和不正常的手指 信仰者认为 这是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而怀疑论者则认为 这是故意捏造的 第四 像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一样 在纳米比亚的沙漠草原上 有佛罗里达大小的神秘的贫瘠云层 被称为仙女圈 这些神秘的开口直径 从6英尺到50英尺不等 在景观中编织出蜘蛛网图案 几十年后又消失了 关于这些神秘的图斑 是如何自发产生的 科学家们争问不休 这个意想天开的名字 指的是 当地对诸如或鬼魂的想象 在土地上留下它们缥缈的指纹 但对裸露斑块的科学解释 集中在植物争夺资源上 一种主流理论认为 原始的波浪状草丛 巧妙地毒害了它们周围的环境 以意志竞争 留下了圆形的死去 然而土壤分析并没有显示出 仙女圈内外明显的化学差异 来支持这一观点 最近的一种假说暗示 沙白已在地下挖隧岛 以草根为食 无意中在它们的地下栖息地上方 创造了贫瘠的斑块 然而在没有白已种群的地区 仙女圈也会出现 在整个模式突然消失之前 一些像真毛这样的植物 似乎沿着肥沃的环边缘茁壮成长 这让谜团变得更加神秘 目前仙女圈的生命周期 奇特的几何形状和短暂性尚无定论 在如此大的区域内 同时出现的不可能的圆形形状的组合 在科学上仍然令人困惑 就像它们的神话名字一样 仙女圈似乎周期性地 受到顽皮力量的影响 在古老的非洲沙滩上 编织出短暂的图案 这些图案消失的和出现的一样神秘 第三 在纳米比亚的南部海岸 坐落着一座被沙漠吞噬的鬼城 这是二十世纪初 德国殖民钻石热的遗迹 被称为科曼斯科普 科曼斯科普曾经是非洲偏远定居点中 闪闪发光的宝 时代后来被沙丘所遗弃 几十年来 沙丘几乎淹没了整个小镇 科曼斯科普成立于1908年 当时一名铁路工人 在沙子中发现了散落的钻石 很快德国的勘探者涌入周围的沙漠 把一个孤立的前哨 变成了一个德国风格的绿洲 由武厅商店沙龙医院和豪华住宅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钻石储量开始减少 几十年后 科曼斯科普被遗弃了 因为镇上的人都去寻找更环保的地方了 他们离开得如此之快 以至于许多建筑仍然装备齐全 供应充足 很快就变成了时间胶囊 慢慢地被沙子填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照片显示 楼梯栏杆在半空中中止 烟囱从漂浮的淤泥和被入侵的沙丘 吞噬了一半的碎片中伸出来 门突然打开 露出了被沙子封住的房间 披肩和衣服仍然披在椅子上 从他们的主人最后一次匆匆离开 到被遗弃的远方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 科曼斯科普几乎被纳米比亚人吞噬了 一半 家具从二楼的窗户 撒到成堆的沙子里 动物的足迹 在铺着地毯的房间里 纵横交错 变成了波浪状的沙丘 虽然殖民已经消失 但大自然耐心的手 揭开了他真正的纪念碑 一粒一粒地夺回他的领地 第二 2021年的一项重大发现 颠覆了考古学家 关于第一批人类 何时到达每周的时间表 在白沙国家公园发现的人类足迹化时 可以追溯到两万三千年前 比之前的估计早了几千年 这巩固了人类在最后一个冰河时期 居住在新世界的确凿证据 扩展了早期祖先 人类如何在全球传播的科学模型 这些独特的足迹被印在软黏土沉积物上 沿着后来变成化石的古代湿地 辅助种子和生态线索 将这一层确定在两万两千八百 至两万一千一百三十年前 这使得人类在冰河时代结束之前 就生活在新墨西哥州 之前的智慧认为 人类迁移发生在1.3万年前 当时冰川正在消退 人类穿越白岭海峡大陆桥 现在看来 标准的叙述是错误的 在冰川高峰之前 人类已经分散到美洲更深处 这意味着 他们在上一个冰河时代的高峰时期 适应并居住了更加严峻的冰坡 他们跋涉到陆地上的时间 比想象的要早得多 驳斥了那种认为不可逾越的冰川障碍 阻碍了进入的观点 直到很久以后 解冻才打开了通往美洲的大门 这些珍贵的化石足迹 重新描绘了人类在新世界的到来 和扩张时间提前了一万多年 此外 它们巩固了人类在美洲的存在 这一时期 在遗传学或人工制品中都无法解释 就像任何重大发现一样 这些脚印指向了脚下 等待我们的更深层次的启示 关于我们在这个星球上 被遗忘的过去和遗产 第一 莫哈维扩音器 在加州莫哈维沙漠的 一座偏僻的山上 一个奇怪的物体 像一个巨大的扩音器 引人注目 这个异常物体 大约有6英尺长 重量超过100磅 没有明确的目的或来源 这个所谓的莫哈维扩音器 笼罩在神秘之中 引发了人们对它可能意味着什么 的猜测 巨大的金属结构 由两个融合的圆锥形部分组成 使其具有喇叭或扩音器的经典形状 它被发现 安装在100英尺高的石堆上 面朝外似乎是故意放置的 用来放大声音或传输信号 然而该物体本身不发出噪音 也没有电子元件 地质证据表明 这个扩音器已经存在了十多年 但没有记录可以解释它的构造或位置 阴谋论比比皆是 从超自然现象到外星人的解释 一些人认为 这是军方或政府 对迫在眉睫的危险 发出的可怕警告 比如核辐射沉降物 将袭击附近的居民 其他人则认为 它是附近爱德华四空军基地的绝密 航空研究相关的实验设备 更激进的观点认为 这个物体是来访的外星飞船 安装的宇宙归航信标 或能量聚焦装置 当然怀疑论者认为 这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恶作剧 或一个晦涩的现代艺术作品 在好莱坞的电影领域 巨大的蠕虫从地球深处出现 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奇怪 但是在沙漠中 有一个新的可怕的发现 吓坏了科学家们 2018年 纳米比亚沙漠出现了奇怪的报告 详细描述了目击者对巨大蠕虫 从地面出现 然后撤退地描述 一些村民甚至声称 这些生物影响了 他们整个村庄所描述的场景 与沙丘系列电影中的场景 惊人的相似 虽然未经证实 但这种生物的潜在存在 既让我们着迷 也让我们恐惧 第五 治理干旱的沿海沙漠 似乎不太可能 发现大量古代鲸鱼的骨头 但在阿塔卡玛地区 挖掘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鲸鱼墓地 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前的多次灭绝事件 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鲸鱼 在这个地区死亡 科学家们发现了四个不同的层 这些层聚集着鲸骨架 沿着海岸延伸了1.5公里的小区域 表明偶发的灾难性事件 巧合的聚集 在这个特定的地方 成熟的和幼年的标本 最长可达18英尺长 代表了已灭绝的现代经的虚经祖先 在分析了化石证据后 这些大规模鲸鱼死亡的主要理论 与海岸线附近的有害枣花繁殖有关 枣花产生的毒素 会使鲸鱼在该地区近食时生病 然后在附近的浅滩上 衰弱并窒息 阿塔卡玛的海洋营养物质 显然制造了一个捕鲸陷阱 引诱这些哺乳动物走向死亡 它在古生物学上 给我们上了一堂警示课 告诉我们浓缩毒素的危险性 即使对地球上最庞大的生物也是如此 虽然这些鲸鱼 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 但它们的骨头提供了科学线索 并提醒人们 当环境发生变化时 生命是多么脆弱 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还埋藏在智利海岸 等待着浮出水面呢 第四 神秘的发光球体 被称为马尔法光 一直在遥远的西德克萨斯州 小镇外的沙漠上升起 因此 它们被命名为藐视解释 这些篮球大小的发光球体 在黑暗中闪烁 或合并或分裂 或迅速飞散 或静止不动 它们飘忽不定地动 做吸引了几代人的目光和想象力 根据当地印第安人的传说 马尔法之光是从天而降的星星 早期的欧洲定居者 把它们想象成西班牙征服者 或阿帕奇部落的篝火 今天许多人仍然相信 这些难以捉摸的光 代表了 那些在沙漠中悲惨死亡的人的灵魂 它们注定要无休止地游荡 另一些人猜测隐藏的地质 如气体排放或磁场 会自然地创造出自发光的球体 当然 最耸人听闻的理论推测 这些球体是外星或跨次元外星飞船 隐藏在集中的能量球中 证实任何一种理论的确凿证据 仍然很少 确保马尔法之光 在空旷的西德克萨斯夜景中 保持着神秘的光环 无论是自然的超自然的 还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起源 马尔法之光的持续再现 迫使我们仰望天空 对宇宙中未解之谜感到惊奇 第三 在散落在死海附近的洞穴中 20世纪40年代偶然发现的古代文字 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犹太 和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理解 这些支离破碎的手稿 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第二圣殿时期 但在沙漠气候中神秘地保存了下来 指缩草卷轴包含了西伯来经文的注释 与爱塞尼派有关的额外规范作品 以及关于魔法和神秘主义的 晦涩难懂的深奥论文 但最神秘的 仍然是在藏品中发现的铜卷轴 在羊皮纸普遍使用的时代 它被石刻在铜片上 与其他卷轴不同的是 铜卷轴使用了一种奇怪的 未被破译的西伯来语方言 记录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秘密清单 其中包括遍布圣地的64处 隐藏的金银珍贵文物 尽管探险找到了他们 但宝藏的下落仍然令人沮丧 地隐藏着 铜古卷的神秘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与其他死海古卷相比 它的翻译容易混淆 在进一步的认识出现之前 铜卷轴一直是一个 等待解决的古代治理难题 但它隐瞒秘密的时间越长 神秘就越吸引人 第二 1990年8月 在俄勒冈州一个偏远干燥的湖床上 人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一个被称为斯里 杨特拉的巨大的古印度曼陀罗时刻 在地球上 几何图案完美的比例 直径超过1300英尺 似乎无法解释它的起源 因为它的原始状态和巨大的规模 由互锁的三角形和框架组成 一个中心点 代表了男性和女性原则的形 而上学结合 在印度教传统中 French符号 因与拉克西米和繁荣有关 而受到尊敬 它是根据斐波纳契数列 和黄金比例中的数学比例 精心构建的 要在纸上准确地绘制完整的图表 需要很高的精度 更不用说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 以如此宏大的规模进行装饰了 然而 尽管地形崎岖不平 它却在这里完美地成比例 对准了基本方向 发现后 人们纷纷猜测 这是外星人的杰作 他们利用了现代科学所不知道的 先进的能量或声波技术 其他人觉得 斯里扬特拉被交叉的地脉神秘地印上了 印记传导着微妙的电磁频率 在它最初被发现后 不到一个星期 一个由四位艺术家组成的小组来到这里 声称 对在干涸的湖床上 时刻斯里扬特拉雕像负责 在比尔威瑟斯棚的带领下 他们仅用木棍 绳子和木板 就完成了这些非凡的脚印 怀疑论者质疑 这些简陋的工具 是否能达到如此完美的对称和比例 第一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非洲大陆 在短短几百万年里 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强烈的地质力量 继续在它的东侧 撕开一个巨大的裂骨 这个巨大的气体和地壳 从埃塞俄比亚北部 延伸到莫桑比克中部 绵延三千多英里 标志着统一的大陆 在新海洋诞生的剧烈痛苦中 戏剧性地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板块 它被称为东非裂骨系统 它起源于岩浆热点 通过地慢柱和板块构造的力量 沿着非洲东部拉伸 大陆地壳逐渐变薄 随着加热区域的膨胀和破裂 形成了允许融融岩石 向地表渗透的鱼状结构 沿着大陆的长度 打开了一个扩大的山谷 目前裂骨区已经跨越了三十英里宽 最深处的深度超过了一万英尺 这是一项让科学家们感到恐惧的沙漠 新发现 科学家们预测 在接下来的三杠四百万年里 非洲大陆的东部 将完全从非洲大陆板块中分离出来 然而 这种大陆裂骨的影响 将会很早就开始显现 可能包括地震 裂骨的形成和景观的变化 这将使鸿海和亚丁湾向北融合 一直穿过埃塞俄比亚 有效地将非洲一分为二 由此形成的岛屿大陆 将在更长的时间里慢慢飘移 就像两一年前南美洲与非洲的分离一样 与此同时 地震和火山活动 集中在活跃的裂谷沿线 这将使东非越来越容易发生 地震和熔岩流 地球上最强大的构造力的压力和挤压 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 在我们眼前 曾经统一的陆地 最终诞生了一个新的海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